他们的身材啊 体力啊 这个是他们比较强的 而大级别呢 他们相对比较弱一些 他们在这个70公斤以下 在他们国内都非常厉害 刚才这名这个萨达王 这个松八万叉名还挺好 一路小跑跑上主义台 向他们那个长官致敬 你看看来是这个 看来一上场那个激情非常高涨啊 对对对 就他这个出场给他们这个观众 带了个非常新颖的这个画面啊 这个他给人感觉到 好像是担负着很重的使命 对对对 从那些感觉到这小伙子不错 这个浑身黑油油的 其实做一名国际运员就应该这样 你不管说你我打不过或我输掉 但是场上那种精神要有 这种精神就说说明 你作为优秀的拳手 有时候在场上 你能表现的毅力和品 虽然你输掉了 但是有非法超凡的毅力和你这个敢打敢拼的精神会得到人赞赏是很好的 对 好了我们的冠军出来了 现在的冠军出来了 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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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哎 我王老导 我发现这个孙涛跟这个下海风话长得有点像 而且他俩不是讲 而且说话也像 孙涛的这我发现 表情什么都像 说话非常的慢 他说话非常慢 一笑亚特白黑小伙 我说话 来自于他的几祖敌是山东 山东的沿海一带的小伙 嗯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九美节 拜全开始 嗯 这个除了第一场 这个女选手 马里旺 宋帕 举行了这个 这个拜全仪式以后呢 到现在几场比赛呢 泰国选手都没有做 而到了这个宋八 万钗明这里呢 要做一个这个拜全的仪式了 嗯 这个在泰国 他应当是泰国的一位职业拳手 嗯 从内外形和感觉上好像是职业拳手 他拜全是非常专业 对 大家注意看啊 他是在拜 确实是在拜 这个和拳 头 沾地 但是他同时坐着这个 撑拉鸡肉和韧带的这个 对对对对 一看这个 我这个王老师 你也很专业啊 这个在泰国 这个他是个佛教国家 嗯 而且他们那个礼仪之帮啊 你看 在走到街上 要问好的话 都双手和弃啊 我们去那儿 看到比赛运动员 都非常和善 嗯 但一上场 绝对是两个人 啊 对 勇猛无比 勇猛无比 嗯 而且这个 他们的这个语言呢 说话都非常 都很和善 非常温柔啊 对对对对 拳手也是这样 嗯 这个他在败拳 我们的村庄 只有在静静了等待 对对对 在跟观众交流 向场下之夜 对 这个毕竟是见过世面的 参加过大赛的 参加过大赛 心神都非常的稳定 他已经跟蔡全先生打过 这时候应该是 第四回 第三到第四回 第四回吧 嗯 应该说他对这方面 应该有经验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从那个外形上 这个这个 这个宋巴巴插名 也很这个健壮 而且一开很有实力 嗯 这个输赢 只能开在全台上 你俩用全的说话 对 拜天地 拜天拜地 拜祖先 拜教练 嗯 他这个泰拳 就是多少年 这种拜拳的音乐 和他这个拜拳 是都不变的 不变啊 嗯 看来我们对他们泰国 这咱们也是给了很大的 因为这种在国际比赛中 不允许对方选择败这么长时间 因为照着用心理战 对 那咱们一看作为有余啊 交流 这个泰拳这个选手呢 你看他在做这么长範园 我们也只有耐心在等待 嗯 就是我们也尊重 呃 号称有五百年历史的这个泰拳 对啊 从各个方面 啊 也作为既作为一种国术 另外也作为一个文化 对 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功夫 那么走向世界 让人家通过我们的中国功夫 了解中国的历史 对对对 嗯 但是目前我们中国三打 现在就是 呃 有亚 三手 再是有亚锦赛 有盛锦赛 嗯 这两个大比赛 而且在国际上有100多个成员国 嗯 也有组织啊 他那五次协会世界五协都有 对对 这也是我们那个国家体育总局 以及我们社会上 各武术流派的老五十 以及咱们的武术工作者 嗯 这个努力而 长期期待 人长期的努力 嗯 好了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好 刚才这个试探对方 嗯 也是试探 也是试探 对 嗯 就是声东击西 哎 抱腿 哎呦 看来这个对方 对方那个 送发外贪名 不仅不拔 而且他这抱腿 还有点 感觉他 我觉得他这个节奏 把握的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好 好 进来也不怕你拳击 哎 一个高边腿 高边腿 他这个低边上高边腿 这个泰拳的挂腿很厉害 嗯 防膝盖 防膝盖 通常这个对 送发外贪名 应该 嗯 很有实力 然后中国要 老话 踢高警惕 哎 嗯 看来这小子 高边腿 出气不易 对对对 很具有杀伤力 嗯 嗯 刚才利用过 懒成的缓撑 往回带出来 结果呢 这个 但是呢 帅上抱住 自己也倒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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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这样他体能效果非常大 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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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儿堵截 单个儿堵截 然后撤伞出来 嗯 但不要跑 嗯 闪和撤伞和跑是两回事 嗯 防腿 要防腿的腿 你看 在倒的过程当中 膝盖还起来 对 他这个拉臂 起膝啊 是他在训练中很正常的 嗯 他有的还有一种 抱着你的静步 嗯 用你的摆动 用你的力量 他在使他力量 他在撞击 嗯 而且这个黑小伙 你看见没有 而且他刚才使了 中国式的一种踹腿 嗯 看来他对中国 也非常了解 嗯 嗯 啊 想偷袭 中条千万不要转身 对 不要永远 这个把这个 到什么时候 也把手拿起来 对对对 啊 呼吸要配合动作 因为他现在呼吸有点急促 嗯 嗯 好 不管怎么样 中条这一局还占优势 嗯 但是可以说 这个啊 孙涛 也遇到了 这个异动的挑战 啊 异动的对手 嗯 这个作为 泰国的这个宋巴 万柴铭呢 是经验非常丰富 非常老道的一名选手 对 嗯 最好看的 这个现在在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里面 我感觉到这个泰国选手 呃 宋巴 他已经 这个拳呢 嗯 他全部松下来 对 全部 他打的比较放松 对对对对 他上半身呢 基本上是露出来 第一局是孙涛过上 孙涛虽然上了第一局的比赛 但后面还有两局 我觉得上的优势不大 优势不大 但是呢 从体能上他消耗很大 对 应该自己在体能上要顺受恢复 而且在这个呼吸配个动作上应该下功夫 啊 距离上要跟对方拉开 对对 嗯 把单个有效的动作阻击对方 要可能的话打个中击 给只有打中 你最好的方法是进攻对方 嗯 啊 不要一门着跟对方拼打 因为孙涛这个女员也是敢打打拼的 嗯 他是一 与对方对拼的话 他也是 是 不计后果 我说这个就是有点的不管体力好快 这样 这样不行 对对对 这泰国选手呢 我觉得他重点呢 放在他的腿和膝盖上 对 嗯 你看 你看他上半身呢 全部都露出来 这个时候呢 孙涛这场不管是怎么样 他将这场恶战 嗯 不要失忆重心 不要跑 对 我们泰国选手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 对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往上靠 嗯 这也是泰拳 那一个传统 就是不能往后退 嗯 互相抱腿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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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抱着以后膝盖 这个松八万山明狼响仔 中在近距离拿膝盖给他对方中击 这个这会儿呢 这个孙涛应该切地进去马上贴着 要不然就给撤上了 对对对 啊 你看他上半身基本上不要了 对啊 太过选手哎呀 这个边腿非常的厉害 非常重啊 不要这种出现这种无聊抱着以后玩命的就来回晃摔 嗯 这种换是最浪费的 还不效的 你抱着中心区块 人家重心你在这儿了 你怎么摔倒人家 嗯 嗯 那现在应该就跟对方抱紧 打到对方得一点就抱紧对方 打一点就抱紧对方 这种我觉得还是一种 不得这种得分的一种 那什么一种方式 嗯 要防止这个泰国的 哎呀 欢迎刚才可能这个 吃到对方一个鞭腿 嗯 他这个鞭腿啊 泰国选手的这个鞭腿 哎哎哎 淘宝金了 淘宝金了 祭钱 嗯 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啊 这个应当说 这个泰国选手啊 泰国选手啊 宋霸还是确实是实力比较强 那刚才那个宋霸 外町的一个低鞭腿 可能击中我 刚刚对方头部 我这个咱们中国前卫队呢 教练抛出了白毛巾 嗯 也保护 但是呢 这个实力 这个孙超也是 有一段时间没有训练 嗯 而且着急就回来 就因为他是个老将 跟他有经验 就把着急训练了 嗯 这是一个原因 确在主要的呢 这个宋霸 八万产平确实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对对对 不仅不 而且还对